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王立德和九根明人夸狗 说他在岸上有一个想好的 是个歌姬 这个歌姬 是个百姬人 等官虽说一直待在宫里 他脑子并不糊涂 昨晚睡在这船上 随着海浪颠簸 儿时打鱼的本领 又记起来 刘忠使 身受皇后的重用 自然是从小天赋异禀啊 大鱼上钩了 要用叉子 讲究准很 实不相瞒 此次本官带着大家出海 是因为得到了王立德的 旁海骨 奇怪啊 这刚一出海 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 他在怕什么 本官思来想去 觉得他是害怕 这黄金被找到 退一步讲 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 是谁 在走私黄金 这被基金 流入京城已经有一段时日了 这么诱人的宝贝 经过蓬莱 不可能没有人卷进去 小了 是博士 顾船主 县衙 蓬莱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在这船上 还有两位能歌善舞 奏得一首好曲子的歌迹 你们当中有谁知道 王立德和黄金在哪儿啊 忠使不辞劳苦出行 小明自当拼死孝丽 可说到王立德和黄金 小明真的不知道 那你手下也不知道吗 回忆刘忠使 小的只是顾船主手下的一名衙人 一向奉公守法 也没有见过王立德和黄金 可据我所知 这百计国歌迹 是你举见的 那时狄冰府在船上 找到一名百计人 小的让玉宿姑娘去翻译 老乡 你又想起了一件事啊 官家 官家 昨夜回到船上 仿佛一下子回到了 半个月前 似乎想起了什么 是什么 回官家 有一次 王立德和酒跟别人夸狗 说他在岸上有一个想好的 是个歌姬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里有两位歌姬 是哪一个呀 哎 回官家 小人没亲眼见过 着实认不出来 不过 王立德曾经说过 这个歌姬 是个百计人 小人 是个百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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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字 他不至于是个百计人 有十字 有十字 神 啊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